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中期拓荒阶段非常好用的 榴弹斩裂轻弩配装 首先相信听到榴弹斩裂这四个字 很多本传过来的猎友都不会陌生 在当时可谓是暴力加安逸 妥妥的生产力第一梯队 不过这套配装的核心怨虎轻弩 在Sunbreak惨遭削弱 即使是拉满反动意志 也无法以反动小来打榴弹三和斩裂了 这个噩耗相信影响了很多流展爱好者 但是如果你有在留意画面中的操作 会发现怎么射速这么快这么流畅 这就要用到今天配装的核心技能 枪械改良 先来简单看一下技能介绍 level1能提升消音器和重弩盾牌的性能 即使什么客制化零件都不装 也会有装填速度上的加成 那么本身RICE的怨虎轻弩 就是要靠消音器加满级反动意志 来顺畅的射击榴弹三和斩裂的 Sunbreak借用枪械改良这个技能 还是给了一个M-way强化版的消音器 也就是说对于M-way榴弹斩裂来说 一级枪械改良就够 不需要强化加长枪管 咱们也用不起 而且技能取得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大鸣谢的腰甲就可以轻松达成 还附带两个二级孔非常好用 其他的配置也都非常非常前期 甚至可以从尚未怨虎弩就开始用起来 升到R8就成型了 头胸用的海径也都非常好做 要注意关键素材大铠石雕 是猫猫交易船的稀有素材 我们在选择想找的道具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哪些道具会获得大铠石雕 再用个找稀有素材的谈判术 出个两三场任务就差不多了 手呢是圆角龙的更好拿了 小型魔物打打就有 腿是铸铁腿啊 前期挖矿就可以取得 主要是给两个一级孔还挺需要的 护石要求也不算太高 原则上满足两个关键技能 外加一个一级孔就行 护石上需要放一个一级阻挡 所谓关键技能 在这套的背景下呢 就是两级弱特或两级弹药节约 再或者两级攻击也可以啊 一级孔方面要满足三级一反 两级枣田和一级偏移一致就好 另外啊被桑布里克削弱的 榴弹斩裂伤害 其实可以从这个百龙珠上 稍微补回来 M怨虎弩的百龙槽是两级的 可以插破龙破兽这类对应的增伤珠 而像我打黑石龙的蛇 它的龙肿是问号问号 我就可以用一手空气系特效 总之二级孔非常好用 大家记得在打不同怪的时候换就好 实战打法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沿袭上位的思路啊 尤其是在前期开荒阶段 也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新技能给你用 而且就算给你也精准射击法 咱也用不起 反击龙弹对这种讲究压制的配装也不必要 就传统的回旋移动加攻击就好 那么今天就不专门附实战片段了 想参考打法的话 可以去找我RICE时期的影片看一下 前期用用还是非常生猛的 OK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喜欢我影片的话 还请点赞订阅 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 配装狂魔还会和你不见不散的 拜拜